爹 爹 犯人赵亲 你可还有什么遗言想说 侯氏上下 忠令不分 妖妃祸国 大侠朝 皇帝 皇帝大人哪 行程已到 小姐你醒了明日就是你进宫选秀的日子 我一定为你好好书装打扮 是的 耳朵 又送你给自己流活 是 也是 这一日 我要新生还给你 莲妹妹 你信任这身山裙可真好 待会陛下看到了 一定会对你千万有加 过奖了 哪里比得上姐姐 姐姐头上的珠钗 是用东海的宝珠做的吧 当真是耀眼夺目 唉 一根珠钗而已 不知什么 唉 你们看 那是谁 穿的这般寒酸 也敢进宫决秀 此人据说 是消极参颖 鲜明的女儿 据说此前啊 一直住在乡下的庄子里 年纪到了 不得不送进宫里来 哼 这种乡下人也配进宫 也不怕冲中了陛下 小姐 我都说了 让您穿那件新做的扇裙 非要穿的这么朴素 这让皇上他会怎么选中你 过刚一折 为吉利生 皇上太后娘娘驾到 平身吧 谢皇上 开始 护博侍郎范勇之女 范山 年十六 臣女范山参见皇上 瞧着模样倒是周章 你平日里 读过什么书没有啊 回太后 臣女只读过一些女剑 女训 书没读过什么 穿戴倒是精致 看来你定 回皇上 家父确实十分宠爱臣女 撂牌子 皇上 够了 不知道皇上最厌恶穿金带银之人吗 退下吧 是 下一位 敬国公之女 连渠 年十七 臣女连渠参见皇上 连渠 荣妃 她可否就是你那庶妹啊 回太后 正是 哀家瞧着 果然有几分你年轻时候的模样 可不是吗 臣妾记得荣妃妹妹十年前刚进宫的时候 穿的也是这般水墓 皇后娘娘妙赞了 皇帝意想如何呀 留下 留下吧 留牌子 谢皇上 下一位 薛大学士之女 薛婉婷 年十七 臣女薛婉婷参见皇上 参见太后娘娘 你就是明满京城的才女薛婉婷 不愧是薛大学士家的第一女 意志果然不一般 皇上觉得 留下 谢皇上 谢皇后娘娘 下一位 标期参领 谢明之女 谢定柔 年十七 臣女谢定柔参见太后 参见皇上 谢定柔参见太后 参见皇上 哀家依稀记得 谢参领也是个不想的官员 怎么能让你穿的如此寒酸 来进宫啊 他不会磕待于你吧 回太后 臣女的父亲并没有磕待臣女 只是臣女怜惜父亲养家不义 不忍铺张浪费 不错 还算乖巧懂事 你平日里可曾读过什么书没有啊 臣女自小在乡下长大 启蒙比较晚 没有读过什么书 可懂诗词 回皇上 曾习过几首 那便背一首 也站听听 墙角树枝梅 灵寒独自开 调之 不是雪 唯影 爱死 君哥哥 你看 这首诗里有我的名字呢 这么简单的事 三岁小儿都会 我看着谢明 真是越过越回去 连个女儿都不会教养 相貌和才艺 都稍逊一筹 廖牌子 留下 朕平日里大鱼大肉吃多 偶尔吃点 吃点青州小菜 有何不可 既然皇上喜欢 那哀家就不多过问了 留牌子 谢皇上 谢太后娘娘 小姐 您真是神奇妙算 原来 早就知道皇上会看上你 他看上的不是我 而是梅飞 梅飞 如今秦国公在朝中 如是中天 你若想进宫搬到荣飞 必须先捣取圣上的欢喜 义父 若而自行 相似无声 好 我得听到 十年前 圣上还是太子的时候 曾有一策妃 梅飞 该女子 虽出生相依 但是格外有圣上喜欢 圣上 差点生她为皇后 只可惜 虎颖无名 终是无福修首 义父的意思是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 越显得珍贵 这根策子上 借不着梅飞的衣食主行 你且仔细看看 到圣上换星 再自然去 是 再借你的贝壳 也有柔软的韵肉 毁了复仇 就算是成为他人的提示 毁了复仇 就算是成为他人的提示 又如何 小主 里面便是你的住所 有劳公公带路了 三位小主 你们选吧 谁 住主殿 谁 从我第一眼见到皇上起 皇上便对我青睐有加 这主殿 自然是我这等身份之人住的 谢答应的意思呢 凭什么 我在宫外解露惯了 这侧殿 或许更适合我 小主 谁都知道 这宫廷之中 主殿是地位的象征 更容易得宠 这林中的鸟 唱的声音越大越先被捕裂 登山的人 走得越快 越容易摔倒 我住主殿 两位妹妹意下如何 你住主殿 回娘娘 这宫中主殿 向来有身份之分 这住主殿 要身份高 学识够 还要受皇上抬爱 最重要的是 能为娘娘抬忧姐妹 这嘴还挺会说 娘娘没有在 来人 把他舌头 喝了 娘娘 娘娘 娘娘饶命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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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惜了 小蛇如火 拿下去 送了 姐姐 你个废物 本宫已经特意了 让你穿着不素 看看你穿的什么东西 我 我只是想这第一天 要给皇上留个好印象 好印象 你若不是我廉家的人 这薛婉婧婧 就是你的下场 姐姐 你就别怪我了 皇上不也是没生气吗 还封我为贵人 在皇上眼里 廉家还是很重要的 好 你就是个庶主 也非 要让廉家作为作福 作赛感 你的下场 你的外公的下场 小姐 以后在宫里 记得叫我小主 小主 这荣妃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居然敢直接勾了薛大印舌头 他就不怕皇上怪罪吗 怪罪 沁国公有从龙之国 如今又重兵在我 整个朝野上下 没有一人不听命于他 就算是皇上都要忍让他三分 又怎么会轻易处置荣妃 小主 你明知道这么危险 还主动塞钱 跟廉家人一起同住啊 不入虎穴 烟得我 小主 外婆这几次没有你事情的消息 原来是连贵人 买通了近视房的太监 撂了您的牌子 这个连渠啊 他真是不辜负我对他的气 小主 都什么时候了 您还笑得出来 现在皇上一天不翻您的牌子 我们一天就接见不了皇上 这可怎么办啊 找什么急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既然他这么针对我 那我就以笔之道还之笔是 让林贵人翻不了牌子 参见林贵人 以后你搬到柴房去住 以后 这里归我了 凭什么 这是我家小主的院子 你算什么东西 你别这么跟我们小主说话 我们小主可是皇上侧尔崩的贵人 他赏赐众多 正缺一个放杂物的地方 你们的院子正合适 你们亲人太事 道听 姐姐既然喜欢 上给他们贵侧 小主 那我们住哪 姐姐不是说了让我们住柴房吗 去住贵侧 哎呀 你还真是连家养了一条好狗 不过 可惜了 你这相貌平平 怕是呀 要在这宫里凑凑到老了 姐姐说的对 妹妹拿比得上姐姐 姐姐不仅长相漂亮 还出身国公府 日后必定盛宠不断 成为六宫之主 定柔只希望 能夹复在姐姐身边 讨一口吃的就好了 那是自然 论美貌论学识 会远比其他几个贵人强 如今皇上夜夜灵性于我 相信过不了今 这后宫啊 便要由我做主了 姐姐日后必定飞黄腾达 这后宫哪有人有资格跟您比啊 过不了多久 你们都要向我俯首成臣 你要让谁向你俯首成臣 你要让谁向你俯首成臣 妹妹什么都没说 哦 是吗 那本宫仿佛听到 有人要成为六宫之主 还想让本宫对他俯首成臣 姐姐听错了 妹妹哪敢说那样的话 那么 你来说 你们家小主说我听错 你说她说的对吗 灰禀如飞娘娘 小主 所言属实 本宫再问你一次 属实吗 是 是 属实吗 回避 龙飞娘娘 小主所言居居属实 那看来本宫确实是听错了 不过 你的声音太尖锐 本宫听得心怀 来人 把她拖下去 把她的舌头拔了 不要啊 龙飞娘娘 小主 小主就就奴婢 走 小主 小主 你这张脸 确实漂亮 年轻貌美 跟本宫年轻知识相 有过之而无不及 姐姐 一个贱 一个贱臂所剩的野主 也配叫本宫进去 本宫身边缺条狗 你也配进攻 我告诉你 收好你的心 想踩着本宫上岛 也不看看你自己 够不够可 从今日开始 你感染了风海 便不能再伺候皇上 明白了吗 可 可是我没有感染 那么从现在开始 你就感染了 在这后宫之中 没有一只苍蝇 能躲过我的手掌心 何况 是你 还不快滚 是 你今日做的不错 让本宫看清了自己树妹的真实面貌 来 这颗荔枝 本宫便赏赐赐 怎么 你是瞧不上本宫的赏赐 还是故意 不领本宫的琴 献身不敢 你 请了两孩不小 好 解答应 还是跟十年前一样听话 你父亲十年前向我连家投着 这些年忠心耿耿 本宫都看在眼里 你若是乖乖听话 本宫不会亏待云 可你若是敢在背后搞动 让本宫知道了 好 娘娘放心 妾身一定安分守己 为娘娘马首施斩 很好 回宫 离皇上 连贵人感染风寒 今夜不能侍寝 算了 陪朕去花园走走 小主 连贵人感染风寒 不能去试气 你这煎鸿舞啊 都写了整整一个月了 謀化了这么久 终于到世间了 何人再次跳舞 惊少了圣上 军哥哥 梅儿跳得好不好看 好看 那以后 每个月圆之夜 梅儿都跳给你好不好 好 任我 从 想不开 想不开 何事长想别是人 梅儿 是你吗 皇上 你为何在此 妾身闲暇武士 他来此处赏话 你可是容妃 最讨厌后宫嫔妃 臭 那妾身穿都穿了 陛下要告状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管不了朕 皇上 我们去哪儿 军哥哥 我们去哪儿 我们 我们 回家 我们 我们 回家 哈 皇上 我们 好 好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喔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好碰见谢定柔 重新了他 什么 为了练剑红武 非常受罪了 你可知自从没飞死后 这净武 变成了宫中的戒指 妾身不知 妾身只知道 这宫中有一条规矩 只有绒妃娘娘能吃荔枝 若是其他人吃了 性则生怀 重则命吗 妾身若是知道 这宫中有不能学惊红武的规矩 打死我也不敢 从今天开始 惊红武你可以学 理智 你也可以治 妾身不敢 若是荣妃娘娘追究起来 妾身家主恐怕都被守清零 这皇宫是朕的 不是他永非的 朕向你许诺 从今天开始 没有任何人 能欺负你 也没有任何人 能懂你的家人 阿德 就抱紧着 岁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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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辰上不早 怎么这么早就行了 皇上 该上朝了 可是今天朕 不想上朝 皇上是一国之君 哪有不上朝的道理 别的嫔妃巴不得朕缠着他了 你倒是好 想风设法的劝朕离开 妾身也舍不得皇上 可是皇上 身负天下 妾身哪敢耽误皇上的时间啊 啊 行了 不是真刚一吧 朕的柔儿 人最唇都是甜的 配着朕吃了命 灰尘小夕 柔儿 柔儿 灰尘小夕 柔儿 何夕 朕等救驾来迟 请皇上恕罪 恐为重体 有人敢敢弑君简直荒唐 朕命你们 今日必须把人找到 否则 朕拿你们身份 皇上 不知道此刻 逃去了哪个方向 皇上 其实依稀看到 前 是从 哪个方向 射来的 没听到谢丹阳说什么吗 还不快去追 是 另外 宿传太医过来 是 柔儿 你为什么这么杀 有地震荡剑 皇上 你是亲身 最在意的人 亲身怎么会 看着心爱的人遇险 不管不顾 柔儿 柔儿 太医 太医呢 皇上 亲身要是保护住性命 你就把亲身 忘了吧 柔儿 你别胡说 他一马上就来了 柔儿 是 不会让你做事的 小主 这是老爷送给您的护身软甲 您计划却士气 为什么要穿这件 因为时机到了 柔儿 当今圣上生性多疑 要想彻底抓住圣上的心 除了假扮梅飞 让他对你起侧隐之心 我们还必须 获福尘重 义父的意思是 周围 是你爹曾经的救部 届时 他会混进宫中 扬中刺客 找机会刺杀皇帝 到时候就是你护驾有功之时 义父不可 大小姐 属下已经被亲国公下了剧毒 难逃一死 我愿成为大小姐 为赵家复仇的垫脚石 不行 这是我赵家的血海神车 又岂能牵连于你 大小姐 无需多言 十年前要不是大将军 我早就死在战场上了 卑职这条贱命 是大将军给的 如今 若能为小姐完成复仇大业 我贫了这条老命又如何 若小姐不愿 卑职 将横剑刺吻 皇上 万幸小主的伤没有伤及要害 并无性命之忧 但剑伤较深 虽不致命 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小主 切记每日要按时服药 饮食清淡 方能好得快 多谢太医 我记住了 下去吧 陈告退 若儿 你现在身体牵家 朕送你回去吧 皇上 朕在东南角 发现了一把被遗弃的弓 但并未发现刺客踪迹 一群废物 连个刺客你们都抓不住 朕留着你们做什么 滚 是 皇上 您日理万机 还是去忙要紧事吧 切身可以自己回去 那怎么行呢 若儿 你现在身体牵家 不如这样 今晚就留在朕的寝宫去 那可不行 皇上 宫中有规矩 非平市井后 不能久待宫中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 若儿 你尽尽救的 可是朕的命 皇上 妾身已无大碍 不要因为妾身一人坏了规矩 妾身会故意不去的 行吧 既然若儿这么懂事 那朕就放你回去吧 谢谢皇上 来人 即日起 谢答应 分为 长载 遵旨 臣妾 多谢皇上 小主 都这个点了 那个谢答应怎么还没回来 兴许是那个贱人惹了皇上的不高兴 这会儿啊 正在训斥他呢 也是 今天奴婢刚离开的时候 看见他在衣服上面 里三层外三层的裹了一圈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去积寒之地过东呢 真是可笑 在这恭维之内 谁人不想尽快在皇上面前 尽快的宽衣解贷 他倒好 入了这身宫 到庄起青膏来了 看到他这副模样 皇上会喜欢他才怪 估计啊 这柴房他也是住不得 明白 奴婢这就将他赶出去 你们在干什么 这是我家小主的东西 小主 能顺利爬上龙床的才是小主 就是被黄山咽弃了 跟我们小主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简直是对我们贵人的侮辱 你们胡说 胡说什么 在这宫里还没有一人 能到此时还不从起宫里出来 你家主子 怕是早就会黄上改出宫去吧 这柴房 以后你们也不配住 你们在干什么 哟 脸色这么难看 看来昨天晚上皇上对你很失望吧 现在应该叫谢朝 是 是 一个贱人 竟然奉了常赛 皇上不仅宠幸了他 小主 他们叫我们赶出来 你胡说 我只是看你不在 身为姐姐的 替你教训一下这个没用的贱臂 怎么 刚升为常灾 就不把我这个贵人放在眼里了 当然没有 我跟姐姐住在同一屋檐下 姐姐能替我约束身边的人 我自是感激 你知道就好 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我最近东西有点多 这柴房啊 你们就别中了 你们真的是欺人太甚了 天房都不让我们用 那让我们住哪儿啊 这里不就可以了吗 闭嘴 欺人住在姐姐屋檐下 全靠姐姐照顾 将这屋子腾给他 又何妨 小主 那我们住哪儿啊 当狗 就要有当狗的绝物 哭 哭什么 小主 嚣张不了多久 很快 我就会让他求着我留下 去给我烧一壶热水来 小主 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你说呢 原来 小主穿金丝软甲 是为了给皇上挡箭 这皇上 也太狠心了吧 因为他受了伤 他还不留你在宫中 皇上留了 那小主你为何回来了 这天下男人都一样 越是得不到的 才越在乎 越是愧疚 才越念念不忘 可是那个莲妃 一定不会让你轻易治疗伤口吧 我的伤是为了皇上拉下的 他想针对我 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别愣着了 快去烧水 不然 好些要来不及了 是 念念不忘 必有危险 小主 他们明明被赶出了片房 居然还在片房里偷偷烧水 我看 好像是那个谢定柔身上受了伤 流了不少血 他去世秦怎么会受伤了 也不知道那个贱人做了什么 竟然能得到皇上的亲眼 还被封了偿赞 不过他依然递我一头 还是得仰仗我的鼻息过活 小主 我听说 这个季节 若是感染了风寒 最为致命 谁说不是呢 小主 这水要是烧了 连贵人 一定不会让他好过的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牢 他越是折磨 皇上才越心疼 不是 站住 连贵人 你想做什么 干什么 这间片房都已经是我们小主的 这水 你们自然也没资格运了 怎么 你有意见 姐姐教训的是 和我身体抱养 想尽用一些水 可以吗 你想用水 也不是不合理 小主 小主 原来你的身上还有伤口啊 那我就让你知道 谁是这个宫里的主人 住手 皇上 别跪着 你在干什么 皇上 你刚才说 谁是这宫中的 天群 现在你撒的可不是我身后手 而是皇上的孙女 不知皇上驾到 臣妾有失远迎 皇上 您怎么来了 朕如若不来 我还不知道 你要将朕的柔儿 欺负到这种地步 皇上 您别怪灵贵人了 此进宫以来 他对妾身还是很照顾的 照顾 他都把你照顾到柴房 这种阿萨地方来了 可见 他平日里对你百般苛刻 柔儿 有什么事情都跟朕说 如若人 被亲自过来 都不知道你要受多少苦 皇上 这是我 毒妇 柔儿为了救朕 刚受了重伤 这才伤口包扎好 你竟然 往他的身上泼水 还用你的手 劝他的伤口 如果他的伤口有恶化的话 朕 也饶不了你 皇上 朕现在再也不干了 传朕口谕 连贵人 得不配位 便为答应 是不丰厚 从今天起 你给朕搬出主地 让柔儿来做 你去住偏殿 如若你今后 还如此刁蛮任性化 给朕 搬到了宫去 是 皇上 亲身只是一个常财 不能住在主殿 这不合规矩 柔儿 你就是太善良了 以至于让旁人 如此刁难 朕让你住 也就安心的住 多谢皇上关心 亲身没事 伤口怎么样 朕再让太医来看看吧 多谢皇上挂念 亲身没事 柔儿 以后有事情要和朕说 你好好收拾 收拾好了 朕再来看你 谢定柔 你耍我 连贵人 我劝你还是不要意气用事 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让我同意住到主殿去 你这话什么意思 皇上是要我搬过去 但我还不想 除非 你跪下来求我 你做梦 这破屋 你按住就继续住着了 可是皇上如果看到你继续住着主殿 你会发脾气 你 你什么你 你以为时间很多吗 也不知道皇上还会不会惦记我的伤口 如果他再来莫成功 看到你霸着主殿 会不会大发雷霆 谢常在 求您搬到主殿去 可以了吧 你说什么 我没提起 谢定柔 你不要得寸进尺 我天要得寸进尺又怎么样 连贵人 不对 现在是连搭里 能卖我喝 小主 万一黄上来 闭嘴 谢常在 求您搬到主殿去 可以了吧 不可以 你还想怎么样 方才 你怎么打得宝庆 现在我要你跪下来 加倍让宝庭打回去给他赔罪 你放了 我堂堂庆国公之女 你竟然让我给个卑贱的婢女赔罪 看来你不愿意 宝庭 我们继续走回偏 等等 等等 怎么 想通了 宝庭 今天的事情 是我不对 你不对 连大影 这诚意 好像不太够啊 谢常在 我错了 还求您搬到主殿去 小主 差不多得了吧 你竟然她是清国公的女儿 你可惜的太狠了 你让我搬过去 也不是不可以 你还想干什么 你这主殿太过奢命了 我一个刚进宫的常在 没有雄厚的背景支撑 他是连日常开销 都支付不起 谢定饶 你别仗着有皇上 撑腰就有恃无恐 要是连大影 这么说的话 我突然很怀念 我住在偏殿的日子 把我的凤衣拿来 可是小主 我们凤衣 我说了把凤衣拿来 听都没有 是 小主 我们这样对联他 你们怕他报复吗 他姐姐可是荣妃 怕 我就算是怕 也是怕小鱼咬乐 大鱼不上歌 这是第五个晚上了 谢答应才入宫多久啊 竟然连续五个晚上 表皇上召见 这侯宫的天 怕是要变了 屈 五日 将成五日 上一军宠幸 谢定饶那个人五日 姐姐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没有的 好 不好意思在我面前哭 我刚看在廉家的面子上 才让你进宫 给了你对皇上翻牌的机会 你倒好 这么快就被人拉了下来 姐姐 姐姐这真的不怪我 都是那谢定饶 他跪尽多端 荣妃娘娘 你要的东西 姐姐 这里面是何物 怎么一股难闻的血腥味 有的人 他办事不易 成不了左右手 所以他的手啊 就没必要留了 都是我办事不力 再尽尽 荣妃娘娘饶命 起来 本宫让你办一件事 若是办得好 本宫可以饶你 要办不好 一定办好 一定办好 太后娘娘 荣妃求见 让他们进来吧 参见太后娘娘 荣妃来找哀家 做何甚事 最近宫中风波不断 先是有一位妃子 离奇上吊 后来皇上又遭遇刺客行刺 臣妾心中实在惶恐 恳请太后娘娘 重开祥辉殿 为太后 为皇上祈福 荣妃考虑甚是周全 就按你说的做 退下吧 是 娘娘 您果然神机妙算 太后一听到您的提议 立马便答应下来 太后平日礼向来爱道 只要宫中一旦出了什么事 她就一定会让白云冠的道士来一道 这次 谢定柔那个女人 能不能万劫不复 全靠你了 确实明白 这次 我一定不会失神 哼 娘娘 最近宫中好像不太平 太后亲请了 百云冠的道长前来做法 所有的嫔妃都要参加 太后一心向道 加上进来宫中多事之情 此番安排 一共一私都在所得 我们能前往参加 也足以说明 太后对我等的重视 安健太后 领导长请开始吧 是 领导长 你这是 太后娘娘 最近宫中怪事连连 怕是有邪碎作乱呢 胡说 宫中戒备森严 何来邪碎一说 领导长 先别着急 您且 慢慢到来 方才我换 紫威星仪 天强异象 这宫中怪事 即一人所为 太后最喜欢白云冠 又尤其是白云冠名望女 这次 你脱不了事 宫中 向来 竟鬼怪诅咒 就连哀假 在平日里 也只有在这隆重之时 才能见到道长 这宫中 还有谁 敢胆大抱天 此人身份不一般 属平道 不敢说 有哀家在这 为何不敢说 说 正是最近受闯的谢常在 太后 我没有 不是我 谢常在 你究竟在宫中使用的什么妖术 哀家听闻 皇帝近日频繁召见你 对你是恩宠有加呀 你不会使用的什么妖术 转门来魅惑皇上吧 太后 切身是恩宫中规矩 向来循规蹈矩 足不履以后 不敢有其他心思 太后 谢常在进宫里 还算是安分守己 否则也不会受到皇上的改班冲 这期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姐姐 你 中飞 所言极是 哀家虽然信奉道将 但也不能因为道长的一句之言 妄下定论 不过 宫中流言蜚语 一向颇多 臣妾担心 灵道长一席话 就让宫中众姐妹 陷入流言漩涡之中 既然灵道长所说 紫微兴乱是从那个方向来 正好 臣妾的妹妹也在那个宫中 臣妾斗胆 求太后查个明白 也好让令妹 不限于其中 还能还谢常在 一个清白 好让宫中的人都知道 她能得到皇上的青睐 并非 是用了歪门鞋的 谢常在 你意下如何呀 宫妃娘娘说的有理 妾身身正不怕影子行 自然希望误会能解开 还请太后查明真相 以正后宫 你们都还算十大体 既然如此 百嫁 慕成功 五号 您这是 今日之事 皇帝不得过问 小主 这太后 素来信任领导长 如今您刚得宠 这如飞 就要求领导长来供主 这不就是冲着您来的 这可怎么办 兵来降大 水来土也 有什么好着急的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好一个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就怕 做了亏心事 是吗 糟了 小主 我们之前住的那个主店 是连答应之前住的那间 而且门锁都没有弯 会不会做了什么手脚 来人 先查谢长代的房间 开门 太后 谢身的房间 不能查 为何不能查 谢长代 你好大的胆子 太后请 为宫中祈福 清除霍乱 你胆敢拦着太后 谢长代 今日之事 你必须给哀家一个交代 回太后 这一定是容飞娘娘她们 回太后 里面有切身的私密之物 不便已是重人 这事由不得你 来人 给哀家送 太后 真的不能 谢长代 你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连哀家的话 都不放在眼里吗 启禀太后 臣妾跟谢长代 同住一屋 我早就发现 谢长代她 不对积极 如实说来 谢长代宫中 常有烟火气息 她所住的主店 是不让生火的 距离偏房也远 连答应 你莫不是搞错 谢长代 身受皇上洗 你若胆敢有半句污蔑之情 你可知道 是什么样的下场 臣妾不敢 若臣妾胆敢冤枉谢长代 愿以死谢罪 这宫中可燃之物 无非是香火 谢长代 你难道不知道 这宫中 禁止私自点燃香火吗 给哀家 一直是在大夜 以及特殊的日子里 才招白云灌的道士 来宫中做法 你竟然敢如此无事功归 我家娘娘 绝对不可能用香火的 放肆 这里有你说话的字 谢长代 连答应说的是真是假 你如实招来 太后和皇上在这 你若胆敢有半句话 那可是欺君之罪 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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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禀太后查到了 哼 谢长代 什么话可说 谢长代 大字大字 骑禀太后 宫中常年禁止焚香 谢长代 私藏香火 这就是死罪 还请太后 除死谢长代 以谨酬游 还请太后 除死谢长代 以谨酬游 谢长代 你还有话可讲 臣妻 无话可说 骑禀太后 我家娘娘 绝对不可能焚香的 这香炉出现在我们主殿 一定是那个莲妃 她故意放在我们这儿呢 你胡说 太后 您可千万不要听现在这 见闭的谗言 谢长代 你抬起头来看着哀家 香炉 可是你的 是 小主 母后 住口 皇帝难道要为了一个宠妾 而破坏了宫中规定吗 来人哪 把谢长代拉出去 重达二十大班 等等 今天的香炉 一并给哀家碎了 诺 这是什么 欺变太后 这便是谢长代的祈福之物 拿来给哀家看看 欺变太后 谢长代所求 一定是巫困之物 还请太后不要看 以免脏了您的眼睛 难怪 太后 谢长代最近在宫中顺风顺水 想必也是依靠着香炉 还请您不看了 母后 不如将这 太后 死的无悔之物 一定会脏了您的眼睛 不如重重责罚谢长代 依臣妾看来 二十大班不够 应该四十大班 谢长代 你可认罚 臣妾 神发 谢长代 你居然用磁灯手段求得皇上宠爱 行巫困之事 实在难登大雅之好 神发 刚才是谁 说这是巫困之物 太后 这纸上所求的 一定是巫困之物 报纸 来人 再将 连答应 用到 碎石大满 皇上 我 我冤枉了 这分明就是谢定楼的错 太后娘娘 你应该重重的责罚她呀 太后 皇上 连渠只是为了宫中着想 并没有其他心思啊 没有其他心思 那她是如何知晓 这纸中的内容 你说你是巫困之物 还是说 终非 你也知晓 回皇上 臣妾不知 还要定连答应的罪 总要让她知道 自己错在何处吧 这宫中焚香的确是禁忌 谢常在所求不为何物 求的是 朕和太后的平安 你说这是误会之物 我 不是 还是说 你觉得朕和太后的平安 以及全天下的太平 是误会之物 皇上 臣妾不敢 臣妾不敢 皇上 看在连群 是关心则乱的份上 也看在 她是臣妾妹妹的份上 就放过她这一次吧 除了她 那谁来放过 被诬陷的谢常在 更恐怖 连群前几日 还故意给谢常在的 伤口上面泼水 简直是蛇蝎心肠 来人 在 把连群给拖下去 重隔四十大板 降回 来人 不要皇上 不要 不要皇上 皇上 谢常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皇上 回太后娘娘 臣妾自进宫一来 便听闻 皇上公务繁忙 太后大受僵持 便想为二位祈福 但妾深深之宫中有规矩 不能公然焚响 便在自己的宫中 做这些事 还请太后恕罪 母后 还看在她的情意上 宽恕她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母后 来人呢 把谢常在压下去 轻责二十大板 母后 不过呢 一哀家看来 这后宫之中 似乎缺少了一位贵人 太后言之有理 来人 即日起 将谢常在封为谢贵人 臣妾 谢主龙恩 居然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本宫还留着你 有什么用 那日乡录里的东西 本是我丫魂亲自装进去的 怎能用错 是你装进去的 是奴婢 可是奴婢 娘娘饶命 娘娘饶命啊 娘饶命 姐姐 住嘴 要不是你是我廉家的人 现在被拖出去的人 是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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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借知错了 还请娘娘恕罪 要我饶过你 不是不可能 听听娘娘拆借 这个谢定柔 倒是有一身本事 懂得藏风 可惜他夺赠了本宫 本宫并不会饶过他 可是 他现在正得胜宠 谁还敢对他再有杀意啊 除了你 还能是谁 什么 你还想让我 怎么 你不愿意 在这宫中 做没了我的照顾 你以为你能活得下去 可是娘娘 皇上已经多次训斥臣妾 我哪里还敢对他再下手了 弱弱 说是你设法 让他的宫中失足 那也是常有的事 怎么能 算害人呢 先生知道 小主 这些日子 您时常到这耻边 不知是要做什么 闲着无聊 随便走走而已 小主聪慧 绝不会做这种无聊之事 更何况 皇上那边 您虽然得宠了 但是 却惹怒了 容飞和连渠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您的 你说的没进 那你还在这 莲花池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黄兄 臣弟可是听闻 近日宫中有一位谢贵人 颇得黄兄的欢心啊 连你都知道了 臣弟方才从宫外走来 在莲花池 碰着一女子嬉戏 而臣弟又不认识 边上的下人 就提了几句 他呀 确实是个乖小可人的 倒是难得见到 黄兄对后妃如此伤心啊 不过黄兄 你为何 只在远处看着 朕何尝不想多陪陪呢 但要怕对她的宠爱太盛 招人养 朕 是为了保全的 可臣弟倒是以为 后宫女子 最想要的 是皇兄的陪伴 何况 后宫有皇兄和皇后在 治理严明 能出得了什么岔子 你说的也有道理 既然这里有送入宫的田瓜 想来她也行 那朕 就叫她来尝一尝 谢定柔 那日香屋里的东西 我的贴身丫鬟查看我 你根本没有给皇上和太后 没想到一转眼就变了 我还真是太小瞧你 怎么 就允许你栽赃我 不允许我自己救自己 你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你应该很清楚 就凭你根本斗不过 要怪 就怪你的方法太处 香如本是宫中镜 放在我的房里 你以为 我不会时时刻刻盯着 你这贱人 别以为你拿了我房间的钥匙 就能为所欲 主店我都进得了 不只会给你留把你 早就听闻 荣飞在宫中心狠手辣 但依我看 你这条荣飞的狗 可不过如此 谢定柔 你虽然是宫中贵人 但也不能对荣飞不敬 我偏要不敬 你能拿我怎样 我不进你的气 林居 你要干什么 放开我 小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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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给我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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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在这 皇上不是我 是谢贵人 他自己摔下去的 娑儿 到底怎么回事 你和朕说实话 你放心 只要有朕在 没有人敢欺负你 回皇上 是其身 自己掉入之中的 皇上您听到了吧 谢贵人都说了 是他自己摔下去的 跟这些没有关系 天居 你好大的坦子 你仗着荣飞 在这宫中的尸体 最希望 你真有一阵 不敢收拾你 皇上 皇上 这些真的是冤枉的 方才谢贵人都说了 是他自己摔下去的 跟这些没有关系 放肆 朕这几日 时常在这附近的 亭之中平静 谢贵人 每日都在这 莲花池周围游 可见他对这 莲花池周边的地形 无比足弃 可怎么你一来 他就摔下去了 还有你 谢贵人 不要处处 为这个毒妇着想 你越是纵容他 他越肆意妄为 不知悔改 妾身之罪 好了 起来 皇上 皇上冤枉了 分明是他 分明是他抓了 臣妾的手 冤枉臣妾啊 你把谢贵人 推入这莲花池周 他尚且为你辩解 可你 非但不知恩图报 还反要倒打一耙 你的意思是 朕的眼睛瞎了 不是 那还是 宋王的眼睛也看错了 也不是 那便是 你廉价在这玉朝之中 已经让你无法无天到 可以无视朕 皇上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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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 把连区给我拖下去 责令在宫中闭门思过 朕 再不想见 是 皇上恕罪 皇上恕罪 另外 告诉龙飞 这朝中的上上下下 那是朕 不是他廉价的 皇上 皇上 柔儿 这礼梁 陪朕一同回寝宫吧 你的伤还没有好 朕不是嘱咐过你 不要时常出来吗 切身听闻 这几日 梁花池的帘子很 想亲手摘一些 给您补补身体 柔儿 你的心意 朕自然是明白 但你切勿 不要纵容这些人 这样只会伤害你自己 况且你感染了风寒 那怎么办 能为皇上做一些事 切身受一点风寒 又如何 柔儿 我的好柔儿 你可是真的 切语话 皇上 太后有钥匙找您 皇上 既然太后有钥匙 您就先去吧 那你 切身可自行回宫 皇上不必担心 六弟 那就劳烦你 帮朕 送柔儿回宫 免得那些 不长眼的东西 再来找麻烦 皇上放心 臣弟定将谢贵人 安全送回宫 这里没有外人 别装了吧 这里没有外人 别装了吧 皇爷 好久不见 你简直是在胡闹了 怎么每次见您 您都这么严肃啊 当年赵家出事 我和谢将军 费尽千方百计 替你隐瞒身份保住你 未得就是你平安活下去 看你弄了 擅自进宫 参选秀女 还让谢大人瞒着我 怎么 这宫中的纸醉金鸣 就这样吸引 在王爷眼中 我赵福君是如此不堪之人 本王不是这个意思 本王也只是担心你 你来宫中到底是为了做什么 当初赵家满满被诊 我父亲人冤至极 赵家背负了千古骂 这些旁人不记得我怎能忘记 过来 自然是为了讨过一个功能 那你可知 这连世背后势力根深蒂固 你也说神功生死难料 那仇不报 我怎能安心苟活 还有进宫见着昔日仇人走向父亲 我才能告为佳人的赛天之灵 把这宫会当作什么地方 纵然你有些小聪明 也不可能时时护住自己 万一你有什么闪失 让本王如何向你王父王母交代 报不了城 我才无法交代 看着仇人苟活鱼 是我才无法交代 可知这些年 我是怎么过来的 只要一闭上瘾 就是他们死在刑场的惨状 如果我真的能不管这些独自苟活 那便我好为仁慈 可若是在宫外 你有什么事情 本王都可以替你解决 但是在宫里 你遇到什么危险 本王来不及保护你 你到底明不明白 我知道 这些年 你从未间断的照顾我 我很是感激 可是我早已拿定主意 仇人不明 我只不敢 大仇不保 是你心中儿 我 王爷 我就先回去了 失败了 小主 这是谢将军让奴才转交给您的 凡请转告一付 女儿已经知醒 定会洁尽所能 娘娘 谢贵人求见 谢贵人 让她进来吧 切身参见淑妃娘娘 起来吧 坐吧 谢贵人突然造访 还有钥匙 没什么钥匙 只是切身的父亲 前些日子 从江浙带回来一盒桂花糕 听闻娘娘是江浙人 特意来呈送给娘娘 这是元宝斋的桂花糕 自从十五岁进宫起 就再也没能吃过 你有心了 因为娘娘的父亲温大随时 最近因为朝堂药物分外头疼 切身的父亲有些许良策 也许能助温大人一臂之力 谢贵人 你为何要帮本宫 娘娘半年前流程 有创文 是荣妃 娘娘就没有想过 报复回去 你可知 你今日这番话 本宫要是告诉了荣妃 你会如何 切身相信 娘娘不会这样的 难道娘娘就不想眼见她了 连家负面 荣妃失宠的那一刻 本宫凭什么心 就凭切身跟娘娘一样 对林氏恨之入 与其等着她来害人 令我们深陷囹余 不如主动自己 切身参见书妃娘娘 妹妹不必多礼 这是皇上赏赐给本宫的东西 本宫平时也用不上 你挑挑看 就收下吧 这太贵重了 切身不能收 你就收下吧 在这宫中 我的故事也只有你 那切身 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你宫里的这个小太子呢 本宫好像从来没有见过 这是我新收的太监 姐姐没见过也正常 娘娘 已经查到了 最近谢贵人好像 和淑妃娘娘走得很近 这个谢定人 以为攀上了淑妃 本宫就奈何不了她了吗 既然他们两个 都这么着急想死 那本宫就成全他们 上次让你安排的人 安排得怎么了 娘娘放心 已经先安排好了 谢贵人并没发现异常 很好 你去 亲雅姑娘 这是我家小主 特意为淑妃娘娘 准备的点心 是亲手做的 娘娘要趁热尝尝 多谢 谢贵人有心了 刚才是谁来了 喂 娘娘 是谢贵人宫里的小巷子 她奉了谢贵人之命 将刚做好的绿豆糕 拿来给你尝一尝 柔儿对本宫真好 她定是知道 我这几日胃口不佳 她特意送了点心过来 金雅 你怎么了 娘娘 你不要吓奴婢 太医 龙妃娘娘 儒菜已经按照您说的 把绿豆糕送到淑妃那了 想必要不了多久 淑妃那就该乱成一团了 这件事你办得很好 那您之前说 会想办法将奴才送出宫外 去跟家人团聚 本宫说到做到 现在就命人送你回去 这个门后面有个小道 能通往宫外 你出去之后 会有人接你 老田 找什么呢 奇怪了 小巷子哪儿去了 奴婢还想着 让他把房间里的花瓶 移到室外去呢 一直找不到人 随时去哪儿溜达了吧 小主公 不好了 刚刚御哈园那边传来消息 说是在角落那口哭井里 发现了小巷子的尸体 你说什么 你是说 谢贵人有意谋害淑妃 这如何可能 本宫听闻 淑妃在这宫里来往 最频繁的人就是谢贵人 他们感情那么 谢贵人没道理害的 奴婢之前也觉察不到 谢贵人会是这样的人 但他已经查看过了 这盘绿豆糕里 放了不少花生粉 我家娘娘对花生过敏一试 和宫上下 只告诉过谢贵人一人 旁人送来的吃食 我们都甚至有事 唯独对谢贵人 从不赦风 来人 去请谢贵人过来 谢贵人 本宫只当你往日 不守公司 没想 你竟如此胆大包天 公然谋害 后宫嫔妃 你可知罪 皇上 皇后娘娘 妾身和淑妃向来亲戚 喜欢她都来不及 又怎会害她 更不要说 用这么拙劣的手段 让自己功力的人 去明目张胆地送吃食 可除了你之外 我们旁人并不知道 淑妃对花生粉过敏一试 除了你 还能是谁 不知淑妃情况如何 幸好太医去得及时 加之她并未使用太多 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但人 还未清醒 谢贵人 淑妃她是否告诉过你花生粉的事情 你要如实回答 妾身 确实知晓此事 但妾身从未让什么小巷子 去送什么绿豆糕 妾身断定 定是有人买通小巷子 以妾身的名义行事 神河 又杀人灭狂 好彻底 栽赃给妾身 这些 不过是你的狡辩之词 如今证据确凿 休想脱罪 谢贵人 你莫不是觉得 在这六宫之中 你想对 便能对死 谢贵人 我还有什么要说的 皇上 您日理万计 没必要 为她的狡辩之词浪费时间 依臣妾可 尽快严惩谢贵 还淑妃一个公道 谢定柔 谋害淑妃 下犯上罪无可恕 应当立即 拖下去 杖毙 且慢 皇后娘娘 您这是什么意思 这板上钉钉的事 还有什么好用 莫非 你是想包庇杀人凶手 这件事或许另有一点 本宫已经派身边的刑嬷嬷去查了 想必用不了多久 就会水落石出 大家不妨再等 皇后娘娘 温姐姐说过 花生粉过敏一事 她只告诉过切身一人 但切身从未让小巷子给她送过吃食 现在小巷子已死 怕是有人 以此陷害我 纵使本宫愿意信你 你也得拿出证据才行 切身身正不怕影子戏 还请皇上皇后明察 有一个办法 可以证明 不是切身做的 你说说看 娘娘 可否让身边人去一趟御膳房 御膳房 切身记得刚进宫时 御膳房派人 问过各宫主子的口味 还有注意事项 淑妃不敢将花生粉过敏一事 告诉宫里其他妃别 最不可避免的 要透露给御膳房指导 否则每次遇到宴会 稍有不慎 也容易有危险 有御膳房的人动了手脚 陷害你 你打算让本宫怎么做 各宫的妃嫔 每日起居都有各自照料 是不是陈妻 一茶便吃 来人 将御膳房中的柜子 给我搜查 信 不可漏掉一个 是 行 嬷嬷 怎么有空到这里来了 皇后娘娘有命 宫中有贵主遗失重物 需要搜查此处 嬷嬷 三百两 郑厨娘 这是你的银票 嬷嬷 这是我的 寻常工人的阅历才多少 别说是三百两 就算是三十两 都要攒上数米 你哪里这么多钱的 说不出来吗 是不是你偷了 宫中主子的东西 找人帮你变卖 才换了这么多银票 她 嬷嬷嬷嬷 这真的是我自己的 你连这钱的来路都说不清楚 还有什么好狡辩 来人 给我重重的打 打到她开口为止 不要 嬷嬷 这银子是有人给你 让你利用花生粉 来谋害舒飞娘 不说是吧 像你这样手脚不干净的 宫中是断然留不得 继续打 皇上皇后娘娘 此人乃是一扇房的雏娘 她已经承认 她曾受人指示 做了那盒含有花生粉的绿豆糕 给舒飞送过去 还设计嫁货给谢贵 大臣 老诺从她的柜子里 搜出了几百两的银票 且追问其来处时 此人置之乌打不出来 后来是动了刑 才一无一时的招了 这事还要多亏了谢贵人提醒 御膳房洞悉各宫的食材 忌口与喜好 舒飞对花生粉过敏之事 瞒得了旁人 瞒不了他们 那不快说 到底是受何人指示 是 是连大印支持奴才的 又是那个连曲 来人 把连大印给朕带来 说 让她收回去了 若非皇后派你去查清此事 这连大印会吝叫不甘 欠欠再次构陷你 皇上 皇上 臣妻冤了 人赃并酷 还有什么好解释 这崇娘已经承认了 苏非晕得一事 便是受了你的指示 你还望着陷害你 谢后 不是这样的 一定是她 一定是她 我了脱罪 会设计这次陷害 陈前皇上 书非出世到现在才多久的功 谢贵人一直在那儿 哪儿都没有提 除娘之事是本宫身边的行嬷嬷发现 打入冷宫 请救我 请救我 不是这样的 后悔 犯下了弥天大错 还望想让本宫替你求情 来人 还不赶紧把她抓下去 莫要再惹皇上生气 皇上 这些人忘了 皇上 皇上 臣妾有如此的妹妹 臣妾心里数十愧疚 不如就将她打入冷宫 让她好好反省 我看你这个做姐姐的 该好好反省反省 皇上 恭喜妹妹 因祸得福 姐姐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你不知道 我听说你晕倒可吓得不轻 是祸躲不过 既有人打定主意对我下手 那便是我的技术 不过 我总觉得这件事的主事 不因是连曲 姐姐也看出来了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件事背后指使之人 就是冗妃 可竹娘只指认了连曲 想要荣妃获罪 没那么容易 如果连曲 真的是替荣妃担责 如今被打入了 岂会请愿 娘娘 老公那传来消息 说是连大影子搬进去之后 就一直咒骂你 几乎是不停歇 要是放人下去 奴婢只怕 事情会传到皇上皇后的耳朵 果然是跟他那个生女一样 于库和吉 戒人 他这么多事 不如就找个人去 让他永远都开不了口 这个节骨眼上 要是连大影死了 就怕皇上会认为之前的事情另有隐情 而对您产生疑心 你说的还有点道理 若这个节骨眼他死 皇上的确不猜 为何不遇十二 祸水东西 你却把上次小巷子拿的簪子给找出来 奴婢明白了 秘密是你犯下的错 凭什么要让我担责 你要告诉皇上 我是无辜的 你才是幕后黑手 你有时间在这里跟我叫唤 不如想想你那位娘亲 还有你弟 你什么意思 本宫圣处不摔端 不知给连家带来多少人 你觉得若是被你拖下手 连家还能容得下他们母子吗 你要是想让他们好好活 本宫倒是可以给你指一条名路 还想让我做什么 只要你按本宫说的去做 我能保证你娘和你弟 可以毫发无伤 还能继续享受荣华护功 不过这冷宫啊 你这辈子是出不去了 但是你可以 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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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小主 冷宫那边守着连答应的宫女回来说 连答应想要见你 连区想要见我 可具体说的是什么事没有 那边宫女只是传话说 连答应有秘密想要告诉你 而且你肯定想知道 秘密 好 那我便去一趟 小主 慎重了 你总觉得连答应找 您不会有什么好事 万一再遇到危险 不入虎穴 不得虎子 要真是连家埋下的口 我就更没理由不去了 而且我也想看看 熊飞还有什么好手动 因为连答应有秘密要摸紧 如今我来了 你可以说了吗 你现在很得意是不是 想当初高入宫的时候 你明明处处不如我 这才过了多久 我就一无所有 而你却踩着我步步效尾 连答应这话说错了 但凡你回顾一下 之前发生过的事 就该知道 装装件件 都是你先招惹我 你到这里 都是咎由自去而已 你这个毒素 你找我来 应该不是为了骂人的 让我猜猜 你现在心里怨恨我跟你 还是怨恨荣飞狗 这一切都是荣飞做的 你只是替罪羊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知不知道都不重要 这冷宫三眼 一进冷宫 护士不得主 因为这里吃不好 喝不好 无人照顾 就连下人都能 祈祷你头上 烈了 还有狐鸣鬼将 你一定很害怕吧 你胡说 我在这里只是暂时的 荣飞是我亲姐姐 她不可能放让我不管 她一定会带我离开这里的 你可真是天真啊 她若能带你出去 你便不会在这里 这冷宫 是宫围中的铁墙 若是她自己进来 尚且飞不出去 何况是你 还是这般的愚蠢 管我以为能给你一个自救的机会 今日看 我是白来了 等等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都是荣飞让我做的 你们是姐妹 你又只是一个答应 在宫中行事自是处处消息 只能以她的注意行事 要说这件事与她无关 我是不行 连你都知道 为什么皇上不知道 你若想皇上知道 到底不能 只要你当面指认她 把她安排的事事无据细地说清楚 皇上明察求和 定能分辨熟是水分 你还是不能 为什么 竟然我不想死 你走 明万不理 我平常不想离开这门 可我不能不管我弟和我娘的命 我要是出去 他们便得死 现在我就算死 也要拉你垫背 皇上 不好了 我们估来消息 说是连大爷已经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这 是这屋做什么 还不快说 之前谢女人去 她走不离多久 松范的宫女进去 就发现连大爷已经咽气了 这件事情 皇后皇妃知道了吗 两位娘娘都已经知道了 现在已经往冷宫去了 去看看 妹妹 你死得好惨啊 你都已经被打入冷宫 为什么谢婷容 还是不肯放过你 孙妃娘娘 我已然说过 人并非是我杀的 只怕是我走之后 把自己寻死 那我 前步行 我刚刚来看望过她 陈宇军 没有半分求死的意思 怎么你印了 她去丢了性命 还有她脖子上的致命伤 只能是你 把她刺死的 皇上 连去进冷宫之时 并没有佩戴任何饰品 这枚簪子 陈杰乔治也不像她的所有物 这一定是谢婷容的 谢贵人 这似乎是你第一次试取 朕赏赐给你 皇上赏赐之物 切身都放在了库房里 因为十分珍重 平日你都舍不得佩戴 又怎么会拿出来 对付莲答应呢 那便去你库房里 查一查便知 若是少了此物 那就更能断定 就是你害死的莲曲 皇上 卢彩人去谢贵人的库房查探 你却少了那个赞子 谢定柔 你还有什么好说呢 冷宫的下人都能证明 你来过之后 本宫的妹妹就死了 现在凶器的来历也长了 神证物证俱在 凶手除了是你 还能是谁 皇上 连去虽然有策在线 看他最不知子啊 你也只是将他打入冷宫自行 同会想过要他的性命 都怪谢贵人 残忍无道 杀人嫌犯 皇上 你一定要给陈千尊主啊 皇上 皇上 难道你要为了这么一个女人 不顾及陈千 陪伴您多年的感情 不顾及连身实在 为国付出的贡献吗 皇上 谢贵人 神 真的是你杀的 朕已经为了你把他打入冷宫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 皇上 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谢贵人性情温良 并不像赶尽杀绝之人 皇上 妾身愿对天法事 若连答应死于妾身之时 妾身必遭天前 不得好死 这三三子 是妾身不防止 原知不是有人暗中妾去 并做他友 其实没做过的事 绝对不会忍 不念 连答应品行不端 被发落至冷宫已是事实 既然今日已死 朕不想再多生事 朕会派人后葬 至于他是自性 还是被人谋 朕不再追 皇上 好了 都回去吧 皇上 你想到皇上这么天才谢贵人 连答应都赔上了性命 竟也没让他担责 这嫌妃一旦进来了 在皇上心中 便成了一枚器子 谢定柔毕竟正得恩权 皇上怎会因为连渠而定他的命 那你何必要连答应的性命 你懂什么 一来 连渠已死 谋害淑妃之事 便不会有人再提起 二来 谢定柔虽没有受苦 但此事在他和皇上之间 已产生嫌随 日后 只要皇上想起 他是个心狠手腕者 便不可能再待他如初 这事实 最经不起考验的 就是一心 小主 您这是怎么了 瞧着像是有些事 自从邻居死后 皇上就再没找过我事迹 小主不必多想 若皇上真的是要怀疑您 当时就不会不追踪了 还定是看中您呢 所以才结果不提的 他就是心里仍然认为 是我杀的邻居 因此有了界定 我要是再不做些什么 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可是您也没有办法自证 没办法就想办法 没证据就制造成事 我之前让你打听过 小巷子的事 我记得你提过 他跟荣飞宫里的一个公路 关系格外紧紧 是荣飞宫里的品捐 品捐 我知道了 你随我去一趟库房 皇上 谢贵人来了 说有药室 谢贵人 让他进来吧 宣 参见皇上 老二 你怎么来了 皇上 自连答应出事后 妾身回去 并把库房里的珠宝首饰 都清点了一遍 这才发现 除了冷宫里发现的簪子之外 还同时少了四五件 其他首饰 竟有此事 光谷那日带人去馋 不知是否有发现 回小主 老奴那日只顾得 查看三子是否还在 其他的并未经历 如果别的也少 极有可能是小主宫中 有人手脚不干净 小主今后 可要仔细放这三十 还少了其他东西 可我找到 谢贞也怀疑 是底下人行情 见到他们的柜子 都搜过一遍 但无一所获 直到今日 宝婷在小巷子床底 发现了一个暗格 打开发现 所有丢失的首饰 都在暗格 所有丢失的首饰 都在暗格里 这是什么 那暗格里 有这样一块帕子 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 小巷子 朕记得他当时 是给淑妃送绿豆糕 随即跳起身亡的 那个小太监 正是 那一个小太监 为什么会带一个帕子 妾身不知 且妾身宫中 并没有一个宫女 名字带有娟子 实在想不到出去 看来这个小巷子 和连打影勾结已久 那个单子 很可能就是小巷子 给连打影带回来 首饵 让你无端牵连进去 受委屈了 只要皇上愿意相信妾身 妾身受点委屈 也没什么要紧 妾儿 快起来 前阵子是朕 公务繁忙 再加上被连答应的事 弄得我是心神不得 竟然忘了 朕答应过 封贫位之事 皇上对妾身如此之后 妾身都不知道 该怎么报的 什么 你能何止 心意消毒 就足够了 皇上旗还有公务要吗 妾身就不打扰了 先行告退 去吧 庄公公 朕记得荣妃宫中 有一个宫女名叫 平渊 正是 那连答应被打入冷宫之气 她身边可有宫女名字中 带有渊子 似乎没有 朕知道 退下吧 皇上口谕 谢贵人 才得兼备 贤良聪慧 深得振兴 朕 封气为谢贫 此欲如意义 黄金二百领 珍珠首饰十件 亲子 谢皇上 恭喜谢贫娘娘 有劳公公特意跑一趟了 彪致娘娘近身 龙飞今天还去御书房闹了一趟 但给陛下你砍出去了 让他回去闭门思过 可见皇上很是看重娘娘您了 多谢公公告知 那老奴就先告退了 小主 不 现在该叫您娘娘了 奴婢愚钝 当初您献给皇上的那个小巷子的暗格 根本就是假的 连里面的首饰也是后面才放进去的 就连手帕也是奴婢秀的 为何皇上突然对您态度大转变啊 有时候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皇上愿意相信什么 我这样做也是以彼之赌 是彼身吧 娘娘 这是刚熬的红豆羹 您尝一尝吧 拿走吧 本宫没有胃口 您不要游心了 皇上一向宠爱您 只要时间一长 一定会恢复宠爱的 哪还有日后 这宫中心人从未断过 若是我的膝下 再无自私 恐怕 连这贵妃的位置都保不住 娘娘 我最近还听说 洛英宫的和妃娘娘 自从生下五皇子之后 就变得愈发严重 几乎到了不能下床的地步 娘娘您不熟 走 陪本宫去一趟洛英宫 容飞娘娘 我家娘娘刚扶了要睡下 不见客 何飞既然睡下 本宫便不打扰她 五皇子在合着 本宫许久未见的孩子 还怪想她的 五皇子 她也睡下了 她一个尚未足碎的孩子 睡了也吵不醒 本宫就是瞧她一眼 又不坐旁 还不快带路 是 这孩子若是没了生母 势必要给旁人养了 放眼整个后宫 自有资格抚养皇子的人 自然是娘娘您了 那不如 就让本宫 放何飞也 除非向来不屑和宫中其他妃嫔来 怎么会特意去何飞呢 娘娘 该不会她是得知何飞病重 打死了五皇子的主意吧 若真是这 绝不能让她得扯 走 我们去找皇后 是 参见皇上 皇上 自从何飞诞下五皇子 身体愈发不适 臣妾想着在宫中设下家宴 为其祈福 皇后有心了 按你说的做吧 谢皇上 该死了谢定柔和皇后 无论本宫做什么 他们都要从中阻挠 娘娘息怒 姿势体大 不如我们从场记忆 也只能这样 来 今日是家宴 大家随一点就好 六弟 你今日在忙些什么 真已经我好几天没有看到你了 骑病皇兄 近日无事 臣妾便在家中看了几本邪书 宋王年龄也不小了 怎么还不成功 是时候该找个人照应一下 臣妾这副残缺之身 还是不要过来那些高门贵人 六弟 这是说的难话 你可是我当朝的宋 有哪家女子 不想嫁你为妻啊 皇后 你闲来无事 多帮我六弟参谋参谋 看看是否有 适合婚配的女子 臣妾知晓了 不如让谢平妹 来跟陈妾一起 谢平妹妹善事的人多 甚好 柔儿 你也多帮忙 切身领命 皇兄 臣妾是今日饮的多了 头有些疼 想出去行兴局 臣妾 你这酒量还是老样子 行了 早些歇息吧 注意安全 臣妾告退 宋王若觉得身体不适 不如先在死屋内歇着 奴婢去给您端一碗 醒酒药了 好 奴婢去就来 娘娘 刚刚有个宫女说 宋王有药室下伤 我知道了 皇上 皇后娘娘 切身不胜酒力 先行告退了 嗯 宋王 你在这守着 我进去看看 宋王 你没事吧 我罪了 宋王 本王没罪 你放开我 你怎么这么逃 我去叫醒酒汤 宋王 宋王 你们是本王先认识你的 你怎么成了本王的火嫂 你说的可是真的 就这 看这两个人早就不对劲 原来早有私情 谢定柔 这次你死定了 皇上 臣妾有事要起奏 何事 臣妾要告发 谢平和宋王私偷 孙非讲话可要讲正义 是臣妾的宫女 亲眼所见 皇上 臣妾不相信谢平会做出这样的事 皇后娘娘 先别急着替她辩护 不如瞧一瞧 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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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是谢平身边的宫女 谢平 一定在里面 兰兰在这里做什么 你家主子呢 我家主子 让开 皇上 你们怎么来了 谢平 宋王呢 什么宋王 这里只有妾身一人 胡言乱语 本宫的宫女 亲眼所见 你们两个躺在一起 淑妃娘娘 你在说什么呢 我是皇上的妃子 怎么会跟宋王在一起呢 皇上 淑妃娘娘 怎么能说出如此有被人轮动 皇上 要替妾身做主 柔儿 你真的没有见到宋王 妾身离开宴会 就直接来这里了 什么也没看到 这里既不是你的寝宫 为何你会出现在这儿 这是什么 给本宫叫出来 妾身只是看这里清静 所以才进来的 没想到惹蓉 被娘娘不高兴 妾身以后 一点紧言深信 你撒谎 行了 一个宫女子 虚无有的话 闹得如此兴师动众 宋妃 你真是越回越回去了 皇上 依臣妾看 这就是一个多嘴的宫女在胡说 皇后说得对 荣妃 以后像这种没有正确的事情 少过来帮朕 仇儿莫顾 这是送给朕的 朕很喜欢 秀得不合 皇上 不要去笑 仇儿送我的东西 朕怎么会嫌弃 走 陪朕回请宫 朕要好好看看 这种不乱交涉根之人 拉出去 上壁 废皇 你清醒一点 朕儿 我为何 我会在这里 有人算计我吗 快躲起来 娘娘 你刚才真的是吓死奴婢了 您怎么都不提前跟奴婢说一声呀 事发突然 连我也做手机 好在我随身携带了一个香能 否则这次真是凶多几生 荣妃 真是死性不改 屡屡针对我 既然她处处针对我 就别怪我借力 皇后娘娘 快起来坐下 今日的事情把你吓坏了吧 本宫也没有想到 这个荣妃这么大胆 竟敢给宋王下咽 神妃背后 又庆国公府撑腰 这些年 随着连家势大 行事也越发紧张 皇后娘娘 刚才不该帮我说话 她定会怀恨在心的 本宫身为六宫之主 荣妃不敢拿我怎么样 倒是谢平你 以后行事可要多加小心 切身自问行事累落 荣妃再想害我 也要拿出证据才是 何况 切身相信 多行不义必自定 坏事做多的人 一定能遭报应 你能这么想再好不过 谢平 本宫瞧着你是真的喜欢 以后思想 你就叫我姐姐 我们姐妹相称 姐姐 娘娘 您这是怎么了 莫非 是 哪里不舒服 也不知怎么了 平日里很喜欢吃的点心 今天一点胃口也没有 还觉得有些恶心 近来天冷风凉 便是感染风寒了 奴婢这就给您请个太医去 也好 故事娘娘哪里不适了 最近胃口不太好 还有些气短胸呢 下官这就为您宝卖 怎么了 怎么了吗 哦 去世娘娘找了梁 平日里多穿些衣物 屋子里多铁鞋炭花 一方冻着 知道了 有劳胡太医 嗯 谢定柔怀有身孕 虽邁性不是明显 但已有御许所有 我入宫十年 从未怀上龙丝 请什么谢定柔 一进宫就怀了龙丝 这不够天 娘娘息怒 小心身子 身子身子 我为了这么多 要一点成效都没有 你们里边这有个废话 娘娘息怒 娘娘息怒 绝不能让他顺利带下龙丝 是 会拱烂到肚子 若是被他知道自己怀有龙丝 小心你的脑袋 我 娘娘 您最近还是不舒服呀 是啊 总觉得凶闷气端 奴婢之前 在家里学了些把脉手段 奴婢给娘娘看看 好啊 娘娘 您似乎是 我怎么了 不知道是不是奴婢把脉错了 您这脉相 分明是喜脉呀 你说什么 我怀孕了 可能是奴婢才说学浅 不如我们找胡太医看看吧 不 你拿着银子 去太医院找个学徒了 小心点别让人看见 是 恭喜谢品 您这是怀有身孕了 我真的怀孕了 娘娘 之前那个胡太医 给您诊断这么多次 不可能没有看出您怀孕 他野蛮不报 一定是受了谁的指使 那就将计就计 引蛇出动 谢品 见到本宫 为何不归 切身今日身体不适 恐不能下滚 大大 你不过身居品位 你敢这么和娘娘说话 谢定柔 你别以为有皇后给你撑腰 本宫就不敢动 姐姐说错了 给我撑腰的不是皇后 而是皇上 姐姐不如找块镜子 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 沈老朱黄 我再多的粉都盖不住你脸上的沟壳 你又拿什么跟我争了 你个贱人 姐姐啊 我可不是连渠任你宰割 一个连子嗣都没有的嫔妃 拿什么跟我争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拿下 是 你确定一定要跟我作对吗 你个贱人奔风做到最后的事情 就是当初没有一刀杀了你 来人给我狠狠的打 打到他求饶为止 你在干什么 皇上 您怎么来了 龙飞 你好大胆子 竟敢上蟹品 不是的皇上 是他 辱骂臣妾在先 他辱臣妾 人老朱黄 龙飞 你身为四妃之首 如此欺负一个小姑娘 你的大度 你的气质呢 原来是你们 你们两个联合起来害我 够了 龙飞 平日你再有嚣张 朕都可以被你自己看见 但这一个小小的蟹品 你都容不下的话 何当这四妃之首 今日起 朕罚你 在这后宫之中闭门思过 没有朕的允许 人也不许去 不要啊皇上皇上 臣妾知错了 我不要见臣妾的族 要是不见天眼 臣妾会死呢皇上 你 娘娘你怎么了 皇上 你怎么了 皇上 我家娘娘 其实早有身孕了 是有人故意买通胡太医 不告诉我们的 娘娘身体本来就不好 再加上 刚刚容飞 找人打了我家娘娘 所以她才会晕倒的 皇上 你一定要替我家主子做主啊 什么 你下娘娘 有了身孕 容飞 那胡太医不是你的人 是你故意不让她告诉谢平的吗 谢定柔怎么知道自己怀孕了 难道胡太医 背叛了本宫 皇后 你说话可要讲证 胡太医 是太医署的院判 跟本宫有什么关系 行了 朕要当面问个清楚 说何 太医 回皇上 谢平娘娘 乃是喜脉呀 真的 谢平怀了朕的孩子 臣行医二十年 不会有错的 好 好 重重有赏 皇上 胡太医来 让他给朕捆进来 皇上 恕罪呀 皇上 皇上恕罪 胡太医 朕问 谢平怀孕一世 你为何瞒着朕不报 不是臣不愿报 而是 胡太医 有什么苦衷尽管说出来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 今日本宫和皇上在这 你不用害怕 臣 臣 臣 胡太医 想好了再说 没有人威胁臣 是臣一处不接 没有查出谢平怀孕一世 废员 这点事情都做不好 那即日起 朕就隔去你太医院 沈瀚的职位 给我家种地去 臣尊臣 龙飞 你性格顽劣 嚣张 跋扈 朕罚你 必顽私过三个月 臣妾尊臣 舍儿 你有什么想吃的 想用的 和皇后说 朕先走了 改日再来看 怀孕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告诉本宫 是不把本宫当姐姐了吗 姐姐说的哪里话 妹妹也是才知晓的 都是这个连玉花 她肯定想趁着你 还不知道怀孕 想毁掉这个孩子 幸好你还激励 今日能让皇上进她族 也算因祸得福 你要多加小心 胎儿现在不稳 你要注意休息 我知道了姐姐 淑妃姐姐今天怎么了 看着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没什么 许是昨夜没休息好 有些乏了 娘娘 椰耳羹好了 椰耳羹 姐姐怎么知道 我最喜欢喝椰耳羹了 喜欢 你就多喝一点 等等 有点烫 你等一等 没事 我不怕烫 药 给她吃了 吃了 哈哈哈哈 这下本宫终于去除了一个心头大坏 那我哥哥呢 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 你得放了他 淑妃娘娘 放心 只要本宫 得到谢定柔 身死的消息 就放了你消息 嘿嘿嘿 你 娘娘 你明知道那炎耳羹里有毒 你为什么要喝 我本不愿考验人心 但没想到这宫中终是无人可信 娘娘 娘娘 您就写了 宝廷 快去叫皇上来 快去 谢平娘娘 您的这个孩子没有太心 你是说 我怀的是个死胆 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皇上 熊儿 熊儿怎么样了 回皇上 谢平娘娘 种的乃是家竹桃之毒 毒性太强 这孩子 怕是保不住了 什么 家竹桃是禁物 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宫里 宝廷 你们娘娘最近吃什么了 吃 皇上 熊儿 你醒了 皇上 臣妾的孩子 还在吗 熊儿 你还年轻 孩子我们还会有的 为什么 他还那么小 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少儿 娘娘 方才老爷传信 大公子已经被定国公放出来了 熊长是没事 可谢平的孩子 却因我而死 娘娘 你也是逼不得已的 家竹桃之毒是荣非给的 只要他不说 没人会知道是我们做的 你更要振作起来 莫要惹人怀疑才是 听宝廷说 自从出世以后 你都没吃什么东西 这样下去可怎么行 我向来知道神功险恶 因此有了孩子之后处处小心 就怕这个孩子没了 没想到去花园走一走 也能与此获失 我知道你心里不是滋味 可你不能拿自己的身体来耗着呀 你也知道 没有皇上的宠爱 才是真的一无所有 得振作起来 姐姐 当真是刀子不扎在自己身上 不觉得疼 会好奇 她怎么样了 娘娘最近身体不太好 自从丧子之后 她吃饭都没什么胃口 人也没什么精神 你回医术 一定要多多上心 万不能让她落下什么病根 奴婢明白 每天她到底吃了什么 跟本王仔细讲讲 朕输了 皇兄如此心神不远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 这宫中本就皇死丹保 胎儿又接连的保 朕这心里实在难受 皇兄乃是负责身后之人 日后定会再有子嗣 只是陈弟听说 这谢平狮子 是与书妃有关 你都知道什么 陈弟也是偶然听人说 这温氏长子温少 与林镇将军的公子 在酒楼发生了口奖 这温少一怒之下 将林公子给杀后 谁知 这林家竟没有追究 反而草草地将丧事了结 皇兄 这林家 是沁国公的人 送我 有的时候人太聪明 会招来杀身者 你明白吗 陈弟明白 但是皇兄 陈弟先是你的弟弟 然后才是送我 皇兄你信了一清二楚 为何要纵容那连士 在宫中作威作福啊 谢宾丧死之事 朕 自会补偿的 至于其他的事情 你无需多言 陈弟告退 妹妹的身子可好一些了 好不好的 又能怎样 今日你进来了 我便要问你个问题 还希望姐姐能如实作答 你问 家着逃的 是不是你给我吓的 怎么可能啊 你是我在这宫里 唯一信任的 我怎么可能想要害你的孩子 我也不想恶意揣毒你 可是姐姐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你的哥哥在外面杀了什么 那丧子的林家一言不发 丝毫不予追究 是因为 是因为我父亲 舒服了林家 是你父亲舒服的 还是沁国公舒服的 荣飞害你接连丧死 那样一个心思歹毒的女人 你接不得害我 淑飞 你告诉我 为什么 对不起 我也是不得已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哥哥去死 那你就能眼睁睁看着我孩子去死 那还只是几个月的胎 还有什么错 对不起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只要你能解气 解气 我的孩子再回不来 也许杀了你 也难解我心头之分 终有一日为虎死是 是作恶多多为师不容 会败落到那时 舒飞 你不会有好下场 娘娘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心狠狠 明知道舒飞要害我 我还将挤旧姬摔死腹中的太后 利用你去找宋王 在皇上面前挑命 可若我不这样做 皇上又怎能对我心生愧疚 义父又怎能带兵出车 皇兄已经同意让谢明代替秦国宫里面出车 此战若是胜了 固然能得到皇兄的重要 可若是败了 你们数十年苦心孤义的谋划 都会化为泡源 我相信义父不会败的 谢廷少 复仇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了 是只不惜牺牲你自己的 十年前我赵家满门牺牲 只留我一人苟活一尸 就是一个早该死去的人 更不该怀上皇帝的孩子 这一切 或许就是上天注定的 眼看他宫楼起 眼看他夜宾客 眼看他老他 娘娘 宫外传来消息 说是国宫功成失利 已经被皇上剥夺了兵权 这如今天下的兵权 都在另一个人手中 什么 是谁 谁敢夺我连加兵权 是 我快说 是谢贵人的父亲 谢明将军 谢 金柔 又是你 为什么你每次都要跟半公作对 娘娘息怒 国宫传来话说 请娘娘在宫里想想办法 本公如今尽足在这里 能有什么办法 你先回去 告诉我父亲 让他稍安勿赃 本公 一定会想出办法 是 奴才告退 谢贵娘娘 荣妃请您过去说说话 不去 那就做奴才得罪了 太阳 你们想干什么 啊 你们 走 你们放开我家娘娘 你们要看娘娘去哪儿 放开 你想干什么 我跟你无话可说 谢定人 你们谢家 还真是好手 你跟你父亲谢明 你无外 你在宫里 谋害本公 他在宫外 我我父亲兵权 姐姐说错了 并非是我好手 而是你们父女俩太储了 你以为 凭我一个人 就能左右皇上的抉择 你也太小瞧他了 你不要挑 我和皇上之间的感情 是不是挑活 相信娘娘心里更清楚 娘娘要是没什么事 妾身就先告退 想走 没那么容易 公亲事 妙将 永无背心之事 娘娘 太后皇上皇后娘娘驾到 谢屁 请公然行刺荣废 原来哀家拿下 谢屁 艾家先前觉得你识大体 乖巧懂事 没成想 你容尽做出如此龌龊之事 竟然敢公然行刺嫔妃 还敢将他退于冷水之中 你的心思如此歹毒 回太后娘娘 其实没有催他 是他自己捅了自己一刀 然后坠入了胡争 住口 艾家亲眼所见 还敢狡辩 来人哪 谢屁目无遵掌 下饭上 即日起 打入冷宫 没有艾家的允许 不得踏出冷宫半步 今天这件事情 必须听艾家的 艾家绝不允许这种女人 破乱后宫 你这水是凉的也就罢了 馒头硬得跟石头一样 这让我们怎么下宴啊 说不了你就饿着呗 都来冷宫这种地方 还当自己是住宫 进到这种地方 就别再想出去 你们 没事 我们先进去 娘娘 娘娘你这大病出狱的 就住这种屋子 不如我们去找宋王吧 无妨 是我一时不慎 找了人家的道 你去打点水来 我们收拾一下 嗯 皇上 您还是回去吧 太后今日谁也不见 今日想不到太后 朕 是不会回去的 让她进来吧 母后 皇帝一定要替那个女人求情吗 你明知道谢平是被冤枉 是有如何 她们两个一个是贫一个是非 难道还要哀家教你奔情轻重缓急吗 好 你明知道朕 明知道什么 明知道你喜欢谢平 却要偏偏把她打入冷宫 就像十年前的梅飞一样 皇帝 如若想稳固江山 那个谢平 服不得 求荣妃放过谢平 你说你矛不矛盾 当初为了家人不惜背叛谢定柔 如今又为了她来向本宫跪下求情 哎呀 还真是姐妹情深呢 不过 她谢定柔 落在本宫手里 只有死路一条 如非开恩 将她 宫中的炭火拿去 再把窗户打 我看这寒冷的天气 她谢定柔 怎么 娘娘 娘娘来 快把药喝了 宝婷 你不要管我了 你快走 我不走 宝婷说是娘娘的人 死是娘娘的鬼 娘娘 你等着宝婷这就去给您借炭火 有人吗 我想借个炭火 我家娘娘生病了 有人吗 我想借个炭火 有人吗 有没有炭火可以借我们几块 不 你是想借炭火 我 啊 嘿嘿嘿嘿 陪咱家一夜 给你十块炭如何 嘿嘿嘿嘿 娘娘 快来烤烤火 这附近都是荣飞的伤 你哪里来的它 你不说什么 不是的娘娘你看错了 你快来考考手 你怎么这么傻 我还这么嫁人 抱歉不嫁人 抱歉这辈子都陪着娘娘 练于我 我要让你死 娘娘这是眉心 冷宫外当差的 你来跟我说说 谢萍最近如何了 若非让人撤走了冷宫的门和窗 不准任何人送吃的喝的 谢萍今日大病了一场 恐怕不怕 什么 卢比今日前来 是谢萍说有些私房话 想要单独通娘娘讲 若是娘娘愿意 不妨去冷宫看看她 我自是愿意的 好 那入夜了 罗比再来学娘娘 娘娘 可这么晚了去冷宫那种地方 似乎不太稳定 这是我欠细品的 就算是刀山火海 我也要去 娘娘娘 我们还是回去吧 这里实在有些吓人了 有什么好吓人的 恭维重 寻常人又闯不进 左右 就是清明了些 等见到谢萍就好了 娘娘 您听像不像谁的哭声 你听错了 是风声 这里朗宫已经罕见了 娘娘 请跟进奴婢 就快到了 再忍一忍吧 你叫什么 娘娘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飞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 别自己吓自己 没心 没心 别忘了娘娘吩咐她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你知道 死人了 死人了 快来人了 皇上 据太医说 淑妃娘娘已经无力回天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好好的 淑妃怎么会跑到那个偏偏的地方 又怎么死了呢 据淑妃娘娘宫里的人说 是不是一个叫眉心的宫里带去的 去 去把那个眉心带过来问话 是 看来已经问不出什么 她已经疯了 皇后 这件事情发生在后宫之中 朕命你于三天之内 查清事件的真相 皇上 淑妃是在去冷宫的路上约翰 这事 会不会跟谢平有关系 不听无端的猜测 找到证据 再来找朕 是 听说了吗 昨晚宫中死了个人 听说是被鬼吓死的 别瞎说 哪里有鬼 两位大哥 你们说什么 谁死了 是淑妃娘娘 是淑妃娘娘 淑妃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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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怎么了 淑妃 淑妃娘娘死了 不可能 可他们都说 说淑妃娘娘已经没了 她是怎么没的 快说清楚 听说是在来冷宫的路上 被鬼害死的 等等 你说 她是在来冷宫的路上死的 他们都这么说 如今冷宫只有我一人住 众人都认定我和淑妃不合 现在她死在冷宫附近 不行 这是有人要害我 王廷 你快想办法联系上王爷 将此事告诉他 是娘娘 快去 娘娘让你赶紧走 是在指导 是 努必知道了 王爷果然猜对了 跟着沁国公府的人就能找到他 您是宋王殿下 谁让你害的淑妃 殿下饶命 奴婢也是有苦衷的 是如飞 都是他逼迫奴婢这么做的 又是如飞 请他带走 是 捷宋王殿下宫 呼吸皇兄 前线大捷 哈哈哈哈 这个宪明 在朝中不走出头 甚不知 他竟有如此大的本事 凡令下去 朕要在宫中设宴 宴请主位降临 是 娘娘 太好了 王爷得胜归来 皇后娘娘终于肯帮你出去了 是啊 有些事 也该一一清算 哈哈 嗯 谢卿 本朝能武将的将 乃是我将身射计之性 皇上谬贬 臣乃武将 报家卫国 杀退敌军 乃分内之事 不敢去 此后 此次击退敌军 谢将军的增援 的确还算及时 也不枉费老臣 带领中人 在吴城死守多日 宁死不祥的决心 嗯 不错 庆国公 守城 辛苦了 朕 议会有赏 哈哈哈哈 多谢皇上 皇兄 臣弟有事禀告 不知宋王 所为何事 臣弟要状告 庆国公纵容其女荣妃 祸乱后宫 草菅人命 谋害多名皇嗣 宋王殿下莫要信口开河 忽乱无限 众所周知 荣妃娘娘入宫多年 贤良输得最是良善 什么时候谋害皇嗣了 该不会是宋王喝多酒了 糊涂了 说醉话了吧 皇兄 你可还记得 淑妃死的时候 给她带路的那名宫女 宫女 朕记得 这个宫女已经疯了 打发出宫了 根本就没疯 分明就是一个 神智清晰的正常人 皇上 此事绝非臣妾所为 定是宋王 搞错了 或者是故意想污蔑臣妾 还请皇上明察 皇兄 臣弟已经找到那名宫女 随时可以召见 宋王 你身为皇上的亲兄弟 如此离间皇上和后妃的感情 究竟是何居心 淑妃身为后妃为人所害 姿势体大 本王身为亲王 岂能不管 宋王 你可有证据 启禀皇兄 那名叫眉心的宫女已经承认 正是受到荣妃的指使 才将淑妃带到冷宫附近 让人将其杀害 你胡说 本宫从未认识 什么叫做眉心的人 皇兄 臣弟在宫外亲眼所见 有人要将眉心杀人灭口 若荣妃问心无愧 何至于如此 针对一个小小的宫物 皇上 臣妃可以对天发誓 我从来没有谋害淑妃啊 荣妃 你也不必否认得太早 你手中沾染的人命 可不止淑妃这一条 皇兄 臣弟还查到 就连淑妃和谢嫩的孩子 也是被荣妃所害 是荣妃命人故意推倒淑妃 才导致淑妃失足小产 也是荣妃 以温大人长子的性命来要挟 让淑妃不得不听从荣妃的指使 在谢嫩的糖尿中下毒 害得谢嫩小产 皇兄 这些事 温大人都可做着 若皇兄不信 大可寻温大人进宫一问便知 荣妃 朕总不知 你如此狠毒 你连谢品的孩子都不放过 你说 这些年 你到底杀了朕多少孩子 我知道皇上 你却 谢品的孩子是我害的 你却没有过海苏妃啊皇上 你真不想听 来人 把荣妃给我带下去 隔去妃为 免为贵人 打住人 不要啊皇上 皇上 皇上 皇上你听这件简直 皇上 皇上 这还有一事要做 够了 朕今日乏了 冷散了吧 半岛龙飞已是不已 独留一个亲国公 如瓮中之别 都给皇上留一些时间 且不可操之过气 王爷说的有道理 半岛连世 已是最关键的一步 接下来 更要栩栩吐之 不能心急 娘娘 你过来 都是四妃之手 是皇你居宫的荣妃 你要再敢拦着我 我现在就把你杀了 娘娘 你冷静了 娘娘 四妃之手 荣妃已经被皇上 贬为贵人 这么快就忘了 谢丁手 你还敢来 我家娘娘 可是如今皇上 清风的梅飞 岂能是你能 直呼其名的 梅飞 谢丁柔 你处心积虑的往上跑 终究是成了 别人的替身 替身又离 只要能达到目的 本宫再松懈 家主头 你明知道 本宫那天 为你的是毒 你还愿意喝下 那碗烟耳羹 不怕告诉你 我当初怀的 是一个死瘫 谢丁柔 虎毒尚不识子 你真是连畜生都不辱 本宫 输在你的手里 无话可说 我哪比得过你 当初将我赵家 满门抄斩 让我亲眼看着 我父亲伸手一触 沾写的荔枝好吃吗 熊飞娘娘 你是赵亲的女儿 你终于认出来了 既然如此 你就把离遇去 给我昭示异族忏悔吧 这枚荔枝 我发过无数次识 要亲自还给你 你以为凭我一人 就能屠路 找事满门 谢丁柔 你想给赵家翻案 这辈子都不可能 什么意思 真正的男孩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去 这没理智 也永远 也有机会 不愿想 们才给赵家翻案 aines 《详夺》 海贵 其黄 门 1953 浅